這個世界的騙徒多 失蹤了一輪WhatsApp官方短訊提示 那些釣魚短訊最近又再出現 我最近都經常收到 有時一日收兩三次 短訊指你的WhatsApp帳戶 因為長期未驗證或者有安全風險 需要登入他提供的網址連結進行驗證 否則24小時後就會被停用 有網民說 最近經常收到這些訊息 何時才會完結 刪除了又發過來 沒完沒了 真是多煩 一日發三次 有些都用心一點 英文字串對 有些連英文字都串錯 可能他是故意串錯 借點以裝WhatsApp 有些網民說 你傳回去 問候他媽媽又傳不到 有網友說 Android機有自動屏蔽 iPhone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 有網友說 不知道誰洩漏了自己的電話號碼 其實日常生活之中 只要你網購 或者出去買東西 又或者你去大陸玩 入住酒店等等 都很容易洩露自己的個人資料 有朋友連回鄉證的資料都被人知道 可能是賓館或酒店的人 將住客的個人資料賣給騙徒 說回WhatsApp的釣魚短訊 其實如果看不清楚 都很容易中招 如果你按下連結 就會被人盜用個人資料 假如你真的不小心按下連結 假網站客服通常要求你輸入自己的電話號碼 如果你乖乖輸入電話號碼之後 騙徒就會利用你的電話號碼 在另一個裝置登入WhatsApp 當WhatsApp系統收到騙徒的登入要求之後 會向原本註冊的裝置 即是你手機發出連結裝置的提問 如果你按下確認的話 WhatsApp系統隨即產生一組轉移代碼 假如你沒有使用雙重認證功能 你又不小心將代碼傳給騙徒 騙徒就立即可以完全掌控你的WhatsApp帳戶 控制了WhatsApp帳戶之後 騙徒就可以向你WhatsApp通訊錄裡的親友發送信息 要求你的親友代為買遊戲點數卡、轉帳、借錢 甚至做其他犯罪活動 如果在WhatsApp上無緣無故收到親友或一些不見面的朋友 向你借錢 借錢的數目又不多的話 你一定要先打電話給對方確認他的身份 因為很可能他的WhatsApp被騙了 其實可以預防的 只要你在WhatsApp裡啟用雙重認證功能 即使不小心讓騙徒知道你的電話號碼 騙徒也不能輕易完全掌控你的WhatsApp帳戶 還有當然要記得 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你自己的密碼或代碼 如果在網上有人問你拿錢轉帳這些 十乘十都是騙徒 萬一你的WhatsApp被控制了或遇到騙案 最簡單就是去報警 最重點就是便宜獲貪 男的最重要是不要蠻色的 好這集就到此為止 支持我FatD